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有一些古生物学家持反对意见 有可能是一群古鲨鱼围攻一只鞭死的蛇颈龙 毕竟蛇颈龙是当时海洋起行最大的生物 在海洋中应该是难逢对手才对 很难相信会不敌古鲨鱼 二哈斯特巨鹰哈斯特 巨鹰是一种可怕的掠食性动物 它会扑向那些不会飞行的动物 极其的凶残 主要生活在约700年前的新西兰 比现在的杀人鹰的体型大将 近40%的鸟类动物处于食物链的顶端 主要的食物是新西兰红鸟 在那个时期几乎没有什么天敌 根据国坎特伯雷博物馆和澳大利亚西南威尔市大学的研究人员 他们利用现在的科技对哈斯特巨鹰的骨骼进行检查 发现它有一个足够强壮的骨盆 使它能够在8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俯冲时 对地面生物产生致命的攻击 而哈斯特巨鹰的一展达到3米长 站立起来可达到1.4米 最大的哈斯特鹰重达18公斤 比现代的任何鹰种都重 3.翼龙翼龙是最大型的空中霸主之一 少选于哈斯特巨鹰 它的魔状翅膀展开时可达10米宽 利用四只可以在天空上横行无阻 翼龙也是一种非常奇特的爬行动物 会飞很有可能是温血洞 是最早能够飞行的脊椎动物 值得一提的是翼龙是恐龙的近亲 它们生活在同一时代 也是第一个飞向蓝天的爬行动物 当恐龙占据着陆地的时候 翼龙则控制着天空 而且翼龙起源于2.2亿年前的晚三碟式 绝灭于6500万年前的白恶界末期 著其文解密语言创文章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图片来源互联网 版权归处作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